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你的下周运势如何 那抽塔罗牌现在心中默念一次问题 然后一直绝从画面中的四张牌选一张出来 想要知道下周运势选张牌 老师替你解答 你选到了一号牌 一号牌是保健骑士 那保健骑士提醒你接下来这一周 你在做事情的时候有点太急躁了 因为保健骑士算是七十八张塔罗牌里面 比较急的一张牌 所以这张牌出现在告诉你 要慢一点 你做事情才会更仔细 二号牌是权杖士 那权杖士这张牌呢 再来告诉你接下来这一周 你都还有不错的收获 因为过去有认真有努力 所以现在终于有一些小小成绩出现了 不过张牌也在告诉你说 其实你事情还没有做完 虽然之前还蛮辛苦的 所以你很想休息 可是不要变成休息 好像就是放弃就是放下 就没有再去进行了 三号呢是赢者 那赢者这张牌的出现 在提醒你接下来这一周 你比较适合就是一个人思考 一个人独处 你需要有一些沉湿的空间 才能想出一些可能过去 困惑的问题等等之类的 你选到了四号牌 愚者 那愚者呢 有一种大致若语的意识 在提醒你接下来这一周啊 你要勇敢一些 可能要跨出未知 有可能你在看还不知道的事情的时候啊 会感觉到害怕或恐惧 这是很正常的 但一旦你愿意去突破自己 在想法上面的一些框架 你才会知道说 自己之前原来想得太恐怖了 老师提醒处女座新机会出现 但等下花时间酝酿 要有耐心 不要急着找答案 母羊座运势不错 懂得规划时间 调整生活品质 情感运也会越来越好